关志玲素有香港第一美女之称 虽然已经50岁却依然美丽 近些年她一旦出娱乐圈 只是偶尔出席一些商业活动 每一次亮相 她的感情话题一直是被人们关注的焦点 如今她和55岁的台湾富商陈泰明传绯闻遇五年 虽然两人从未正面承认 但仍不时被媒体撞见 近日某晚 二人一同出现在铜锣湾某意大利餐厅用餐 期间陈泰明走出门外讲电话 约摸两小时后 她的车开到门外 餐厅员工先出门扫描一番 关志玲才和陈泰明一前一后上车 南方还拎着一袋像是外带的包装 车子原本看似要返回住处 但因发现有媒体试图访问 所以过门不入 关志玲和陈泰明在2007年时首次传出绯闻 当时被拍到二人结伴聚餐的照片 更同喝一杯饮品 直到2010年7月 二人被拍到牵手同游法国 并入住当地的顶级酒店 令关系浮出水面 这次业会男友再被抓包 不知二人的关系 何时才能开花结果